无庸置疑的是 战争是残酷的 战争是邪恶的 即使是现代战争 也难免不伤及无辜的平民 妇女 儿童 家庭 环境 经济 等等 甚至是两个国家的基督徒 会顺服各自在上的权柄 理论上也需要走上战场 互相伤害 从古至今 人们努力地在圣经中寻找答案 想知道该如何看待战争 但一直都没有定论 其中关键点是 我们反对战争的邪恶 但如果战争是为了制止更大的邪恶 是不是就可以算作正义之战了呢 而正义战争是非常难以界定的 而且很多开始看似正义之战 可是到后来变了性质 圣经中大部分经文是反对战争 支持和平的 但也有一部分是要求在特殊情况下 神要求他的子民进行征战 基督徒持正版两派意见 一派是逢战必反 认为所有战争都是邪恶的 另一派是支持正义战争 主张事一事处战 以下收集的经文是圣经中有关战争的主要内容 分反对战争 中立和支持战争三部分 包括旧约和新约的经文 请大家仔细收听 看神如何通过这些经文对你说话 然后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你的领受和思考 希望我们会有很精彩的讨论 就像铁摩铁 摩住认来 好的讨论也会使我们突破狭隘 变得更加深刻 第一部分 反对战争的经文 古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 也就是十节中的一节 不可杀人 创世纪九章六节 凡流人写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吉士录十三章十节 捕掠人的必被捕掠 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二节 耶稣对他说 收刀路撬吧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一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 侧氏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至十节 西安的明拿应当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明拿应当欢呼 看拿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 并且施行拯救 千千和和的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的居子 我必除灭以法连的战车 和耶路撒冷的战马 征战的功也必成灭 他必向列国讲和平 他的权柄 必从这海管到大海 从大河管到地极 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至七十九节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马太福音五章九节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 以赛亚书二章四节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篱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以赛亚书十一章六至九节 说到神的国度是和谐的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 豹子与山羊羔同窝 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处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牛必与熊同时 牛犊必与小熊同窝 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欺乃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 断乃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血上 在我圣山的遍路 这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法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至四十八节 比较重要 以下教堂 你用了一些上下文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也由他打去 有人抢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 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邻舍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将日头照好人也照待人 降于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但爱大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答案 你人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第二部分 比较中立的经文 罗马书三章十至十八节 讲的是人邪恶的一面 有些是无法用和平的方法感化的 似乎是没有罪恶就不会有战争 没有战争的恶就不会有正义战争 这段经文是这样的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便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本木 他们用舌头弄嘴炸 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 网口是咒骂宝 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背跑 所经过的路 变形残害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 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眼中不怕神 罗马书十三章四节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异度 你若作恶 却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 他是神的用人 是深冤的 刑罚在作恶的 传道书三章八节 喜爱有时 恨物有时 征战有时 和好有时 最后是支持征战的部分 有些像加薪饼干 支持征战的部分 主要集中在圣经的前面和后面 也就是旧约和启示录 中间的新约部分 支持战争的经文非常少 福埃及记十五章三节说 耶和华是战士 他的名是耶和华 生命记一章三十节说 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 你们的神 必为你们征战 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 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 撒末尔记上十五章十八节 耶和华差遣你 吩咐你说 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马利人 将他们灭绝境界 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五节说 犹太人的逾越捷径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看见店里有卖牛 羊 鸽子的 并有兑换银钱的人 坐在那里 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入店去 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 女儿与母亲生疏 媳妇与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臣服必要征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至十五节 我观看 见天开朗 有一匹白马 那骑马的称为忠信和真实 他按着公益审判和作战 他的眼睛好像火焰 头上戴着许多皇冠 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 这名字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认识 他身穿一件进过血的衣服 他的名字称为神的岛 天上的众军 都骑着白马 穿着洁白的细麻衣 跟随着他 有一把利剑从他口中吐出来 他要用这件机打猎国 他必用铁杖治理它们 并且还要踹全能 神烈怒的压酒池 你可以重复收听这些经文 如果点击订阅 可以日后很方便地回到我们的频道 找到这个或其他更新的内容 愿神祝福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